可以了哈 现在我会讲到关于处理情绪的问题 有些人说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你要学习怎样帮助有情绪问题的人 如果有影响的话 那你就学习怎样帮助有情绪问题的人 首先我们要了解 情绪是人对不同的事物的自然心理的反应 是正常的 好了 我想说的就是 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会有情绪的反应 这个不代表是不好 只是告诉你有危险有问题要处理 这个因为有些人以为有情绪必定不好 不一定的 这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情绪就要怎样处理 例如有人骂你 你觉得不开心 这个是正常的反应 但你不处理 你继续不开心就破坏你的生命 但你了解你自己有不开心 你就处理 为什么我被他影响 他骂我 为什么我被他影响 因为我看中他的话 但我们学习 有愿望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帮我怎么样 我不需要介意人怎样对我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放手 你就不被影响 情绪是我们的生命中一个指示 一个指标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 例如你看到老虎 你马上会惧怕是不是 马上会跑 这个就告诉你 这个是危险 你必定要跑 这个是你看到有急 你必定要做一些事情保护你自己 这个就是情绪的反应的作用 是神放在我们里面 对事情的反应 重点是这样的 有了情绪就要怎样处理 你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你就继续不开心 继续发露 这个是不好的 好了 我们首先明白 有六大类的情绪 用英文比较简单的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guilt, hurts 意思是什么呢 glad,开心,兴奋,舒畅 这是开心的感觉 然后sad,忧伤,烦恼,担心 这类的感受 mad是讲到愤怒,激动 然后惧怕 然后第五是羞恥或者是内疚 第六是受伤 我们需要分别情绪跟思想 我们需要分别情绪跟思想 例如 这个人对你不好 有人问你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说我觉得他是不好的人 这个是思想还是情绪 思想 是你想过他这个人不好 这个是思想 人问你 那情绪是什么 这个人不好 你有什么情绪呢 这六点 可能你会有什么情绪呢 你可能会忧伤发怒 是不是 这个就是 情绪是什么 是我们内心对事情的 激然的反应 没有经过思想的 你看到有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马上开心 这个就是一种你的情绪的反应 你见到有顺利的事情你就开心 这个就是你自然的反应 这个我们就需要分别 就是分辨我们里面是有什么情绪 其实我们任何时间都有情绪的 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呢 兴奋 兴奋 非常好 你有兴奋 但有些人的情绪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 我要快快回家了 这样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沉闷 有些人会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有内疚 为什么内疚呢 我做得不好啊 要不去说的我都没有做啊 你就里面有内疚 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每一样事情发生 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例如 用一个比喻啊 有人 他的配偶对他说 我要离开你 通常的反应是不开心 但有可能他会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这个配偶不好 他说要走 我就容许他走 我很开心了 他现在走了 终于走了 有些人会觉得内疚 我对他不好 所以我就有内疚 有些人会觉得羞恥 连我的配偶也要离开我了 这些我很失败 所以就觉得很羞恥了 有可能会激动 啊 那么为什么会走啊 有担心 他走了怎么办呢 我怎么煮饭 怎么煮菜呢 所以 一样事情发生 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而且有些时候 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 例如 你有困难 你可能担心 你惧怕 可能有什么后果 你羞恥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处理 所以同时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为什么要留意我们的感觉呢 你留意到你的感觉 你就可以处理 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你就不可以处理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他们常常发怒 人对他说 你发怒啊 我没有发怒啊 他们说话很大声 没有发怒啊 这是我正常说话的方式啊 这是他没有 他说他没有发怒 但其实他不知道 但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情绪呢 有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 你历到 好像你的整个面都红了 都很热了 出汗啊 有心跳了 你的身体反应就告诉你 你现在有一些情绪 或者是惧怕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些冷了 突然 有洁进入屋子 屋子里面 你就觉得 有冷汗出来了 因为你很惧怕 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我们需要了解 因为 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的自然反应 就是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你怎样处理的情绪 就决定你是怎样的人 有些人是常常被情绪影响 他们整天都不开心 他们的生命永远不能发挥 但如果你想处理生命 必定要学习处理情绪 没有处理情绪的人 是必定被情绪影响的 而且处理情绪必定要学习 人大部分都不会自动学到 怎样处理情绪的 你被人骂 是不是很自然就发露 你需要学习怎样处理的 所以很多人 他们生命 整个生命都不开心 我们需要教导 他们怎样处理的 然后圣经说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肉伤的灵食骨枯干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很特别的 我们是被情绪影响的 如果你开心轻松 你现在笑一笑 哈哈哈哈 轻松放松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没有觉得身体一些部分 有些舒服的感受 有没有啊 是 哈哈哈哈 你会觉得 好像你的颈部 你的背部 可能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可能会有一种 当你开心的时候 你的里面会 好像有一种开心 涌流出来 我们开心的时候 身体就 很正常 我们就会有 身体会 我们有开心 荷尔蒙 这是我给它的名字 你就会 很舒畅 整个人就很舒畅 如果你开心的时候 你烦恼的时候 你记得上一次 你烦恼的时候 有没有记得 你就没有胃口啊 有没有留意啊 马上你的身体 就好像没有力量 有些时候好像 要 晕倒的感觉 有没有啊 曾经被人骂 你就好像 哇 晕倒的感觉 这是这个情绪 马上令你发出一些 伤害性的 荷尔蒙 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身体 是被情绪影响的 如果你常常都是不开心的话 你的身体必定不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些人就是长期没有处理生命 没有处理情绪的话 他们常常都是在这一种不开心的状态 好了 为什么很多人容易继续不开心呢 因为他们相信很多谎言 他们说有人骂我 我就必定要发怒 有人做错事 我就要发怒的责备他们 不合我的心 我就要不开心低沉 我有怒气就要发泄怒气 人不合戒 我就沉闷发怒 这是很多人相信的 但其实不一定 你的家人不好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 你的家人常常不开心的 有没有啊 有 他们容易改变吗 这个人容易改变吗 不容易改变 那他一生人都不开心 是不是你就应该一生人都不开心呢 不是 但很多人说 我的老公老婆不好 所以我整天都不开心 他们以为这是正常的 其实 他是另外一个人 他不开心是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 你就整天都不开心 但如果我们相信 我有我的权力有喜乐 我们有没有权力可以喜乐 我们可以有权力做一个开心的人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当然如果你对你的配偶不好 你就应该负责 你就需要处理对他的态度 但你对他好 他还需发怒的话 这是他的责任 我就不需要吃他的垃圾 不需要继续被他影响 好了 有些负面情绪有什么后果呢 关系就越来越不好了 人更不合作 不能解决问题 人就对抗了 生命就破坏 所以长期不开心的人 你想一想 你在家中的时候 你大部分的时间是沉闷 还是喜乐 还是就是麻木 麻木 或者是发露 这些都是我们留意到 然后我们处理的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后来有一次在聚会 尽力喜乐 我每一次打告 想到耶稣 喜乐就涌出来了 涌出来 我就尽量整天都喜乐 后来有人令我不开心 我就发觉 我失去那个喜乐了 神就感动我 马上处理 我就马上处理 我处理之后 我就有学到医 一个教导 有人令我不开心 我要马上处理 不要允许这个负面情绪 停留在我心中 这个就是我学到 所以我每一次 有什么困难 我的选择 当时是圣灵感动我 我就马上处理 我马上说 我不要吃垃圾 我不要放在心上 有些人说 我的家园很不好的 他常常对我不好的 我只能有喜乐 我这样说 他有问题 我不一定要被他影响 我不一定要活在不开心的状态 我可以放手 我可以不被他影响的 你相信吗 我希望你都相信 好了 但很多人是随意 随从他们的情绪的 如果你看到有人开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 有一些车是机动挡的 机动挡的 有没有 你们有谁知道这些 有些车是机动挡的 有些是 这个叫什么 手动挡的 你们是知道这个分别吗 机动挡的 这是一个小孩子进入这个车 这个车开了 他踏在这个油门 这个车向前走了 所以非常危险的 不能让小孩子坐在 这个机动挡的车的座位 的 司机的座位的 但这个手动挡的 就不同了 你要用几个动作 才能够开这个车了 否则这个车就会跳动 不能走动了 好了 很多人都去跟从机动挡生活 怎么机动挡生活呢 人骂我就发露 不顺利就烦恼 不开心就骂人 不开心就想死 不开心就去吃东西 有些人不开心就吃东西的 所以越吃越肥 他们以为吃东西就会 情绪更好 但不一定的 吃东西越吃越肥 后来就越不开心 所以我们就知道 有些人生活是完全顺服 自动的情绪的 他们不开心就随意做 他们要做的 好的 任性让情绪失控的后果 什么呢? 第一 失去平安力量 因为他们被情绪影响 所以没有力量 第二 他们生命就很温乱 随意做决定 有些结婚 你为什么结婚呢? 我喜欢他 那他有的问题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但我喜欢他 我喜欢就跟他结婚了 有没有听过这些情况啊? 他有钱啊 他很美貌啊 很高大啊 我就跟他结婚了 那他有很多女朋友 你知道吗? 知道 但我结婚之后 他不会有其他女朋友 就是喜欢这个人 就跟他结婚 喜欢的东西就买 我想问你有没有啊 就没有用的 买了做什么呢? 我就喜欢这个颜色 就买了 回家做什么呢? 没有用 我听过有人是这样的 家中买了很多东西 常常送给别人 为什么呢? 他买了东西都没有用的 没有用后来就决定送给人 所以很多东西送出去 这是浪费是不是? 这个就是 生命是随意的 就问乱 我告诉你 我的生命是神掌管 也是我自己靠着神掌管 我告诉你这个分别啊 有些人是这样的 情绪掌管 我不开心我就骂人 我不开心就打人 这个是情绪掌管 其实我们有两个我 这个比喻啊 两个我 一个是你做序这个我 另外去做决定这个我 什么意思呢? 你看到有些食物 很好吃 很美丽 你很想吃 但你的控制 管理你的我说 这个食物不健康 不要吃 那我问你 在这个情况你吃还是不吃? 不吃的话 你就是你的思想带领你 但有些人说 吃了才算了 不要紧了 这个就是 他虽然告诉自己 这个没有益处的 不要吃 但因为他失控 所以他就随意 所以他没有管理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管理人 这是你 你是你的管理人 你管理自己好不好 你管理自己是 顺服神还是顺服你当时的感觉 例如有没有吵架呢? 吵架你是不是顺服你自己的自动反应呢? 很多人就是随从自己的自动反应 不是随从 随从你的这个管理 你的管理人 你是你自己的管理人 我告诉你 我自己从小的时候 我已经很小心管理我的生命 我感谢主 给我这个意念 我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各样的运动 英文 语言 什么方面的 我小的时候也操练我的爸爸 叫我操练身体的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运动 很多运动 我的体力也是很好的 这是我都去管理自己的生命的 我吃东西是用我的脑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健康 你知道吃饭的时候 有些东西我不吃的 你看到我菜吃很多 我是告诉自己吃菜 我是我的思想管理我的生命的 但有些是情绪管理 随意管理 我想问你 你是哪一种呢? 你是不是你告诉自己 不要担心 我要处理 你就可以放下你的担心了 被人伤害 你能不能够告诉自己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了 有些总是被自己的情绪带领 这样的话 生命就失控了 温乱了 也会破坏人际关系 你不喜欢他 就跟他吵架 关系就不好了 第四 影响与神的关系 有些人说 我现在不想祷告啊 不想就是不喜欢 觉得沉闷 我不觉得 我不想读圣经啊 有人告诉我 我上学的时候 已经不喜欢读书了 现在信了耶稣 又要读圣经 不喜欢 这是他的不喜欢带领他 所以他与神的关系不好 祷告 人说是沉闷的 但我们祷告很开心的 因为从心灵爱神 马上就有平安喜乐 就好像在天堂一样 我听见神很简单的 心里想着神 爱着神 我就享受的 我就有力量 所以我去 我去掌管我的生命 管理我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不管理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不会去到高的层次 我是各方面用很多努力 我写的书用了很多时间 我写的材料都用了很多时间 我帮助人都很多时间 我是刻意的帮助的 因为我管理我自己的生命 管理我的时间 现在很多人被什么管理 手机 手机是他们的 手机管理生命 因为整天都看手机 整天都玩游戏 这个就是 整个生命都不需自己管理 那你问一问 你是不是你自己管理生命 或者是你将你的主权 已经交给你的手机了 你的主权是不是已经交给你的情绪了 还是你管理你的情绪 我管理我的情绪 很好 我告诉你 有些人侍奉神 也是 他们的情绪 情绪影响带领他们的 为什么呢 有些情况是这样 我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大 我要我的教会很多很多人 这个没有错 但可以是一种骄傲 这样的话是他的骄傲 控制他的生命 他是将他的主权 交给骄傲 那你可不可以将你的主权 再次交给神呢 交给神呢 神啊你掌管我的生命 我也好好管理我的生命 哈利路亚 重要吗 这个重要吗 这个知道的 很重要 好了 任性有什么后果呢 破坏工作 有些人工作永远做得不好 因为 觉得工作很辛苦啊 做了工作就很累了 不想做工了 这么早起来 太早了 太辛苦了 就不愿意了 就破坏他们的工作 就令他们的生命受亏损 生命不能发挥 就活在痛苦的状态 其实 如果你发觉 你里面有痛苦 这是代表 你的生命中 有些地方 没有管理好 你的里面 现在有没有痛苦啊 有没有一些痛苦啊 我希望你真的是没有痛苦 有些人想你有痛苦 但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的 里面 其实被情绪影响 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们记得这一点 失控的人 被情绪影响 或者是手机影响的人 他们已经失去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生命的主权 他将他的生命主权 交给了 情绪 交给了 手机 交给了魔鬼 好了 这个 管理情绪的ABC理论 什么意思呢 这个ABC A就代表 英文是Activating Events 就是有一些事情 令你有一些情绪 回应的 第二 Believe 信念 你信什么 第三 后果 Consequence 就是ABC 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写了 但你看我就可以了 不用看这个 有两个基督徒 两个墓士 有癌症 快要死掉了 一个墓士说 我一生人服事神 我还是有癌症 神正对我不好 就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 如果神喜悦他 应该他没有癌症 其实 当然我们希望没有癌症 但有些手 有些爱主的基督徒 还是有癌症 有不同的原因 我们不去研究 但重点是两个人都有癌症 一个就说埋怨神了 另外一个说 我一生侍奉神神都纪念 现在我快要去天堂了 我癌症了 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 我要去天堂 天天有人探访他 他就说 我很快要去天堂了 我很开心了 不用为我担心了 这两个人的信念 相信不同 后果是怎么样 一个不开心 一个很开心 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的老公老婆不好 有些人就说 老公不好 我真的很惨 我真的很痛苦 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你的相信 以为 配偶对你不好 你就不开心 但有人说 我会尽力对他好 我尽力善待他 对他好 希望他改变 但如果他不改变 不是我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这样的话 他人人可以平安喜乐 这是这个信念 我告诉你 我相信什么 我相信神是掌管 我们生命 所有一切 神负责 我爱神尊重神就可以了 我就相信神必定为我开路 必定祝福 所以我是很放心的 这是将来有 世界末日的大灾难 我也不怕 因为神是掌管的 所以我不怕 我在神的手中不怕 大卫曾经神问他 善愿惩罚 因为他犯了罪 然后神问他 善愿惩罚你要什么 他要说 他说我要这个瘟疫 因为这个 在神的手中 神会有怜悯 他说在神的手中更好 后来这个瘟疫来到 耶路撒冷 他就马上献祭 马上神就停止这个瘟疫了 所以在神的手中比较好 如果在敌人的手中的话 敌人不会停手的 但神会停手的 他就相信在神的手中最好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 在神的手中最好 什么都不担心 我什么都不担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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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这样生活的 不用担心 我选择喜乐 哈零路亚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我们用三个经文 帮助我们处理情绪 历代记上 二十九章十二节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处于你 四篇二十四篇一节 世界和处在其间的都属于和我 所有能力在神的手中 神也使人尊大强盛 所以我只要信靠他 亲近他 尊重他 他必定祝福 这个信念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 很多人告诉我 啊 我的 配偶对我不好啊 我的同工对我不好啊 我的照友对我不好啊 所以我就不开心 但我说 配偶就是老公老婆 哈哈哈哈 然后 但我的想法是怎么样了 这些人对我不好 不要紧 神会保守我的生命 我听神的话就可以了 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影响我的情绪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但我马上尽快处理 不需要影响 不需要影响 我就加美主 我不选择不吃他的垃圾 很重要 人的负面的话是垃圾 你喜欢吃垃圾吗 你喜欢吃垃圾吗 不喜欢 不吃垃圾 但很多人都吃垃圾的 吃什么垃圾 人骂他他就吃了 他就不停地想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就求神帮助你 不好的东西不要想 我用两只手代表 右手代表神的恩典 人对你好的地方 左手不好的东西 你们有没有恩典 神帮助你有没有 人帮助你有 有没有人对你不好的地方 也有 但我问你 你想哪一样比较多 应该是 但很多人在家中是这样 老公不好 老婆不好 事情这么困难 很多事情永远做不完 虽然他们有很多好的东西 但他们常常想的是不好的东西 有没有利益这个习惯 很多人都会有的 但我们选择 思想神的美善 我常常思想神的美善 我常常喜欢神 所以我整天都在一种 平安的状态 有神照我的帮助 哈雷路亚 然后诗篇118篇6节 有要帮助我 必不惧怕 人能帮我 怎么样呢 人不能伤害我 他可以做外面的事情 但我不需要吃他的垃圾 不需要继续被他影响 然后诗篇23篇4节 我虽然行过喜阴的幼谷 也不怕照害 因为他你与我同在 你的账 你的肝都安慰我 虽然行过喜阴的幼谷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喜阴的幼谷啊 我告诉你 我也经历过 我曾经经历过很大的困难 我曾经经历过被人很多的伤害 我经历过 但我就是选择 在这个时候我知道 如果被人影响 我就没有力量 我就选择 我听从神最好 我就选择 他说什么不好的话 我马上在心里说不要紧 他不能伤害我的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 我相信神会保护我 保护我 祝福我 我听神的话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会被人影响 好了 我们怎样处理负面情绪呢 第一 留意 不开心 烦恼了 第二 破坏性 刚才我说这个得胜五部曲 记得吗 破坏性 第三 圣经的教导 神必定祝福爱他的人 神必定祝福我的 第四 求神赏免 是力量 祷告 这个是祷告 第六 化解负面情绪的来源 就是 他骂我 这个人骂我 是谁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如果我错 我就认错 但如果不是我错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说 我不需要介意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这样处理生命啊 有谁 有人骂你的时候 你会在心里说 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有谁有这样处理过 请你举手 很好 很好 其他人呢 有没有处理过啊 我希望你们放在记忆里 不好的东西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然后第六 亲近神得平安喜乐 赞美酒 哈哈哈哈 而且神很喜欢 所以我也喜乐 我每次亲近神都告诉自己 神很喜悦 所以我可以开心 哈哈哈哈 我是整天尽量在这个状态 好了 第七 靠主处理问题 或者是人的问题 继续敲阻处理情绪 有什么人的问题 人不好 我尽量对他好 让他 可能希望他改变 你善待人 他骂你 你就说 请你喝茶了 我为你 做什么事情好不好啊 有什么食物分给他吃啊 做一些好事 有可能他会改变 好了 第八 我会这样说 处理思想比较容易 但有些人来说还是很难 但处理情绪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用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例子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人 对我说一些不好的话 这个人是重要的 但他习惯说不好的话 伤害人的话 他说了之后 我说了之后 我就发觉我不开心 我就处理 我说不要紧 是他的问题 但我发觉到晚上的时候 当时我也加美主 然后有喜乐平安 然后到晚上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心 好像有刀割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有人伤害我们 虽然我们处理了 也加美神有平安喜乐 但里面还是有这个伤害 我当时又在对自己说 我不要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 是他的问题 我就加美主 当时就平安了 第二天晚上 我醒过来 没有刀割的感觉 但还是有些不舒服 我继续处理 处理处理 慢慢所有都放手了 我就发觉处理思想 会马上处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有些人不会马上处理的 有些人是怎么样 医生人都说 我的老公不好 我的老婆不好 他永远不好 我真的发怒 他对我这么多年都不好 我永远憎恨他 很乱都是思想没有改变 我希望你不去教 我希望你知道 这样的话 也对自己不好 这个处理思想 有些人很难 但我很快的 有人对我不好 我马上就处理 马上在里面就说 不要紧 然后我尽快处理我的情绪 但我发觉处理情绪 慢一些的 但我会继续处理 直到我完全的轻松的 因为我决定 不被人影响 好了 这里一些情况 第一种情况 被人伤害 其实刚才我有形容的 这是 如果是我错 我认错 如果是他的错 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善待他 对他好 希望他改变 小孩子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别人碰你一下 你就打他 这个就是用不好的方法 是不是 但我们选择用好的方法 选择用好的方法 你可以游和地对他说 你上次好不好 不要打我了 游和的 就是用一些话 处理这个问题 但不用打他 好了 有路气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越发路越不好 所以我选择不发路 我选择平稳安静 我常常有这个习惯的 常常 有些时候 我发觉 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发觉 头部好像这些血流得很快 你有没有这个情况 对付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你的血在心体里面 很大的压力 我怎么样做呢 我放松 就很快平静下来 你有没有留意有些时候 你的心跳得很快 你的心里的血在流动很快 你的头有些膨胀的感觉 有没有啊 我感觉 我一下子去的时候 感觉心在跳 好了 那 你就可以放松 平静下来 我平静下来 阿 雷路亚 让这个压力 除掉 好了 犯罪的时候 想犯罪的时候 马上怎样 我就说 神啊帮助我 知道罪有破坏性 我选择不去 不去发路 选择不去骂人 选择不去想不好的东西 选择不去看网上不好的影片 或者是照片 这个就是犯罪的时候 然后孤单是 有些人孤单就说 哎呀 没有人陪我啊 很苦啊 你有没有认识人是这样的 整天都很苦 哎呀 我没有朋友啊 朋友对我不好啊 去教堂没有人关心我啊 都去责备别人 因为他们语言的关系不好 内心也没有平安 但如果我们 亲近神里面很有满足 这样的话 孤单也不要紧 我告诉你 有一期我去宣教 他们的飞机时间改变了 他们告诉我 你需要等十个小时 飞机才来 但我说不要紧 我就祷告了 十个小时 阿里路亚 圣灵出门 有些人说 怎么可以祷告十个小时啊 要么 我祷告来 对我来说是享受 所以我可以 有些人祷告是很多事情的 神啊 快快给我钱啊 飞机快来了 飞机快来了 为什么还不来呢 快快来了 快快来了 解决问题了 就是祈求 你祈求的时候很繁忙 其实你就想着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我告诉你 我可以整天享受神 一点不觉得沉闷 因为神的里面是满足我们的 这个就是不孤单的原因 我认识不同的基督徒 他们一个人就很沉闷 他们去地方 必定要找一个朋友陪他 他不能一个人去一个地方的 有些人是这样 很容易孤单的 这个就是处理情绪了 然后就是这个亲近神 这样要好摆在我面前 因此我的心就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然后用心灵诚实敬拜 就有平安了 人的负面化 或者是控诉 停留在空气多长的时间啊 八秒都不够是不是 是不是要放在心上啊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信心 圣经说什么 信心当作藤牌 就是神的藤牌 可以灭绝魔鬼一切的火箭 所有魔鬼的火箭 所有人对我说的话 我都不要影响 我就对这个姐妹说 你说有人说你 很慢啊很慢 那你就可以放手了 不要紧 她说我很慢 但我有努力 我有进步 你就取代这些意念 我有进步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我可以做神要我做的 你这样的话就有勇敢面对了 你就可以开心了 是不是 不需要被人的控告影响 但我告诉你 谁控告你最多 你知道谁控告你最多吗 自己是的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说 我做得不够好啊 哎呀我说话不好啊 我传福音不好啊 我西风不好啊 这个控告 神是不是常常控告我们的 不是 是魔鬼常常控告 神是这样说的 一杯凉水 我都必定赏弃你 所以神是看到你好的地方 你些少好的地方 神就看到 但人是看什么 人是看你的不好 但我用这个比喻啊 有孩子考试不合格 父母骂他 然后他努力了 就合格了 六十分 然后妈妈 会怎样说了 好的妈妈会说 你很乖啊 现在进步了 但有些妈妈是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啊 骂你 你才会六十分啊 哎呀你真的没有用啊 你上次可能 可能要不合格了 好了他努力了 八十分了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棒啊 你才八十分了 你不需一百分了 然后他九十九分了 他就说 你差一分就可以一百分 为什么不能拿着一分呢 好了他一百分了 他可能说 你不要骄傲啊 上一次可能你又会六十分了 这些 这些话是不是控诉 有帮助吗 没有 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 希望我们 不要吃人的垃圾话 控告的话 但我们 说的话 都说 恩典的话 好了 我们现在想一想 孩子的长处 耶稣说 回转向小孩子 小孩子快心的时候 有没有容易看到啊 比较容易看到 成年人开心的时候 看不看到啊 有些看到有些看不到 有些成年人 你给他食物 没有反应的 这是吃 什么你对他好 都没有反应 小孩子有这种 指数 但不是每个小孩子 你对他好的手 有好的东西吃 他就很开心 很兴奋 这个我想说 成年人也应该学习 因为很多人 都是感情 已经埋没了 都隐藏了 我们看一看 神是不是有感情 我告诉你 我在神学院 有一次老师说 这个奇异恩典 这首歌 你知道这首歌吗 他说这首歌不好 我说为什么不好啊 他说太感情化 太感情化 他觉得与神的关系 是理性的 不是感情的 那我问你这个经文 西方人书三章十七节 神有没有感情啊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此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欢呼的时候 有没有感情啊 有 所以神有感情 我们能够有感情吗 能够 但有没有发觉 年纪大了 慢慢感情好像 不会这么容易 显露出来 是不是 好像很多收藏 因为觉得太开心 人会笑你 而且很多人以为 牧师必定要很壮重 说话要很 这是不能轻松的 但圣经没有这样说的 所以你看到我 扎美酒都是轻松的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耶稣是爱笑 爱上爱我 我 我 耶稣是爱笑 爱上爱我 我 我 爱笑 爱上我 我 在他西上座 耶稣是爱笑 爱上爱我 我 我 但有人说 你不是小孩子啊 不是 我说在天堂来说 我是小孩子 因为天堂都是 很长的年纪的 很大的年纪的 但我还是 在天堂还是小孩子 而且我们可以 回转向小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 学习小孩子这样 轻松开心 但 不要学习 小孩子的失控 有些小孩子 随意做很多事情 我们不需要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 聚会聪明 但我们学习小孩子的 轻松 开心 我们就 在美主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哇 神圈美好啊 哈利路亚 你们在 带领敬拜会不会这样啊 有些人带领敬拜 就是一首歌一首歌的唱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是没有感情的 这里有神的同在 很开心 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 我们续续好像天堂 我想问你 在天堂里 你会不会见到 有些人是这样的 没有感情的 没有感觉 会不会啊 不会 都是很轻松自由 所以我们不断去追求 没有烦恼 我们追求好像小孩子这样 好像小孩子这样 敬拜神 爱神 很简单的 开开心 做人 开心好不好啊 所以我们 持续我们整个生命 无论你去敬拜 或者是看到有人 也可以开心 吃东西也可以开心 讲信息 讲道 也可以开心的 讲道可不可以开心啊 可以 可不可以轻松啊 可以 但轻松 但不是随意说话 我说的话 每一句话都有圣经的根据 神是喜乐的 所以我们可以喜乐 而且耶稣这样说的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缘的什么 快乐 耶稣说我可以进来享受主缘的快乐 保罗说什么 你们要靠主 喜乐 喜乐 圣经说的 圣经吩咐我的 但很难觉得 做基督徒是这样的 不能这么轻松的 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好像小孩子这样 如果你常常都好像小孩子这样 你与人沟通 人说什么话 你喜欢你就马上很开心的笑 你就人做什么好事 你就开心的笑 人就会开心与你相处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人更开心了 好的 在爱中长大的孩子更开心 很多孩子被父母爱 我希望你们中间有人是被父母爱的 我告诉你 你猜一猜 我小的小父母有没有爱我 我的家庭是离婚的家庭 吵架的家庭 赌博的家庭 很多人在这个家庭长大 就会很容易烦恼 发怒 是耶稣依据我 耶稣令我很开心 但的确是很多人 小孩子长大的时候 是被父母爱 被人爱 所以很开心 很多人长大的时候 很多伤害 这些伤害就压抑你的感情 有些人不能笑 我想问你 你笑多不多 容易不容易笑 还是很难笑 好像笑不来 有些你说拍照片笑一笑 有些是这样的 他是用肌肉笑的 我告诉你笑有两种 一种是口笑 一种是口和眼都笑 是不是不同啊 我告诉你 有人说有些 模特儿 是不是 模特儿 他们是假的笑 因为 是口笑 眼没有笑 但你看到小孩子 口要笑 口要笑 眼要笑 我们如果能够释放我们的感情 但有些人说太难了 怎样释放呢 首先有什么好的东西 好的人 都感谢他 也在心里面说 有他真好 我想问你 你想一想你周围的基督徒 有这些基督徒好吗 你就说有他们真好 有他们真好 我就可以开心了 你对旁边人说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有什么好的东西都开心 有什么好的东西都开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什么好的东西都感恩 你就整天都在喜乐的状态 O 耶稣 哈利路亚 我想问你 刚才我是用律法叫你们喜乐吗 我是告诉你 神叫喜乐 是不是 神去喜乐 神叫我们喜乐的 神的同在带来喜乐的 神是我们喜乐的原因 因为他将很多恩典赐给我们 我们不需要被垃圾影响 神不要我们去垃圾 神要我们去恩典 思想神的恩典 而且回转好像小孩子 轻轻松松 哈利路亚 哈哈哈 放下重担烦恼 所有重担烦恼都放下来 现在站起来 一起放下重担烦恼 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 然后将你的重担都拉出来 哈利路亚 将重担拉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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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是不是有喜乐涌出来啊 就是你继续去做 让这个喜乐涌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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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真好啊 耶稣真好 耶稣是喜乐的神 哈利路亚 我又欠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欠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欠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双心 非世界双心 非世界双脱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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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tel jesu Training 哈哈哈哈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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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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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阿 里路亚 这样我们的重担都除掉 你这样你的重担吹一出来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占你名 让中单学校 使我能得释放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你 这样你的重担烦恼 你的家庭的重担烦恼 都出一出来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占你名 让中单学校 使我能得释放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你 主耶稣啊 哈哈哈哈 这样重担烦恼吹出来 哈哈哈哈 这样你心中的重担烦恼吹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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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我们可以活得平安喜乐开心 没有烦恼 没有中单 不吃垃圾 哈利路亚 有神正好 有神正好 哈利路亚 有神正好 有神正好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